好,來這邊 好,這邊呢 我們來搜尋一下 機罐3 好 來,機罐3有新北市的機罐3,有燕潮的機罐3 好,我們就燕潮囉 然後進到機罐3這邊呢 這邊有個機罐3步道 好,然後在這裡一樣請按右鍵 這邊的經緯度請你lock下來之後呢 把它複製下來之後,來到這邊空域的查詢 免刊居的網站 好,來到網站之後呢 請你在這邊呢 好,我們給它跑一下 網路有點慢 喔,出來了出來了 好,來到民航區的網站之後呢 右上角一樣,還記不記得上次說的 在這邊呢,請你複製貼上 好,放大鏡,點下去 好,機罐3在這裡 綠色的 縣市政府允許的使用範圍高度120米 好,高度120米 好,那在山上呢 起飛 就要注意什麼呢 這個 因為那邊沒有平的地方啦 所以在起飛的時候要注意就是 那個手起手落 自己要小心 好,我們再回來這邊 好 那所以我們在出發前 其實我們都會準備一些東西啦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 欸小編 有沒有想去什麼地方呢 荷環山 荷環山喔 那 荷環山 好 通常 想去一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會去規劃一天 兩天 或 三天 那一開始 都先規劃一天啦 但是現在疫情期間 你也不能過夜嘛 好,我們先準備一天的部分 那各位想一下 荷環山 怎麼找 一樣喔 先找 荷環山 荷環山 好 荷環山 一樣 按下右鍵 老方法 來到這邊 請你 複製貼上 我們看一下 哎呦 荷環山有一些地方 已經有 看到了 國家公園的範圍區 對不對 來 那既然是國家公園的範圍區 各位就要做 申請 雖然他是綠區還是要申請喔 我指的是說他的範圍高度喔 但是他有牽扯到有一些位置 來 進到 空拍申請 來這個是泰魯格國家公園的 空拍申請 線上 申請的部分 好各自就快速看過一下 姓名電話 Email 你的地址 寫好之後呢 這個 這個 一樣 各自寫一寫 好 好 哎呦打錯了 應該是2啦 不是3啦 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 那一個2 Blo 好 Blo 好 來在這裡的時候呢 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你的電子信箱一定要寫喔 因為他會發一封信給你 你的地址 你的電話號碼 被發現了 沒關係沒關係 有困體的話可以打電話來跟我聊聊天 對 好來這邊 各位有個起降地點 請你按下去 你想在哪邊 像我們剛才講荷環山嘛 那出去的時候 這個台八線的話就是泰魯閣那個部分囉 然後荷環山應該是在哪邊呢 台十四 在台十四呢 比較經典的啦 上去一定會先碰到什麼呢 武嶺 昆陽灣 石門步道 好最好走的 百月 然後 呃幾個 比較漂亮的地方 例如 荷環山觀景台 荷環山 主峰步道 這幾個都是 像 我們這種年紀的都很好上得去啦 那 像小編比較年輕嘛 搞不好他有辦法跑一下這個 北風 東風 當然呢 你可以多寫幾個 假設先這樣子 完成 他就把你的起降地點放進來 拍攝 你的內容要寫清楚喔 你為什麼要拍攝 拍攝路線 第三個重點 拍攝時間 幾月幾號開始 請你你看我們今天是7月1號 點下去之後呢 他會幫你寫一周後 所以 千萬不要去想說 哎呀 我明後天就想帶著女朋友出去 飛一下 結果 不行喔 要提早申請 好 那我可以申請是一個禮拜後 7月8號 結束時間我們現在看他設定的 兩個月後 目前啦就設定的你看喔 以前可以到三個月了現在兩個月了兩個月好我就設定兩個月 然後資料都申請我就真的來申請了好 因為地址我用的是公司的地址吧好 好了之後呢按上去 以翔讀 好 好 好 注意高山震是真的喔 我就提出申請 我記得 喔資料送出囉 所以我大概我們可以下次來看一下什麼時候拿到我們就在這一個直播的部分直接分享喔 然後那個 叫做高山震這個問題真的要注意喔 所以你一天來回其實還蠻硬的啦 像 ㄟ他申請完之後有個資料喔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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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林全制 噢零圈制 噢噢噢噢噢噢噢就是個人的資料 好這個就是申請完畢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畫面喔 已經設定好了,要去哪裡拍?要拍什麼? 接下來要準備我們的器材 這個很重要啦 看到什麼?欸?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 清楚喔,這個我自己的彈藥庫啦 那這個一片我都是128G 以前我用的比較小啦 64,64,那現在都128G 我自己的彈藥庫就這麼多 好,那這些東西其實還挺重要的 那我還記得齁,我2013年的時候去了一趟 去了好幾趟雲南 那個時候背著器材啊 設備啊 記憶卡,非常的重要 但是那個時候呢,沒有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我,我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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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這一顆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是 2TB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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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硬碟 這個是法國的硬碟啦 因為我用它的硬碟用好一陣子了 他第一次出這一顆的時候 我超開心的,馬上就入手了 這顆也跟了我應該有兩三年了吧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這邊看齁,看不看得到齁 有USB 有 有USB 有Type-C 然後還有呢 插記憶卡 如果你用的是單眼相機 例如 Sony系列的 Canon系列的 它用的是比較 那個 XC XQ XQD XQD的卡 也沒關係 你只要拿著 讀卡機 接它的 USB 它可以做一件事情 可以把你整個的資料 備份 那你就可以把單眼記憶卡Delete 那你的資料都在這裏了 所以現在出門 其實我出遠門 我不需要帶什麼呢 帶電腦 我也可以馬上備份 那這一顆硬碟多大呢 2TB 其實這個就很方便 但是呢 讀取完之後呢 你怎麼去看你的資料呢 他很貼心的 附了Type-C MicroUSB 還有Lighting 這個線呢 只要接什麼呢 接了你的手機 接了手機 他馬上就可以看得到我的資料 接了資料就是我可以去閱讀啊 可以去複製啊 可以去觀看資料在不在裡面 只要接了手機呢 我現在接一下齁 接了之後呢 他有一個專屬的APP 接了之後他就可以在這邊做APP控制 其實還蠻方便的齁 他的這一顆硬碟齁 然後呢 欸 這個啊 他的資料 硬碟保證多久 三年 我記得是三年 我記得是三年齁 接少大概價格嗎 價格齁 欸 我們這個待會再 所以這個我們當作福利品再分享啦 這個叫Lustseed 你們去網路上Google一下 那個 我們定 坦白講我們自己公網定價是14,900 好 那待會我們會給大家一個流鼻血的價格 好 現場而已喔 只有在直播現場 好 那他還蠻方便的 好 所以呢 回到這邊 回到這裡是 硬碟 所以呢 我自己準備出發的時候 我會準備這個啦 大家想說 欸我記憶卡很方便啦 我就多帶幾張記憶卡 沒有錯 那記憶卡多了 像我這樣子 是很混亂的啦 因為哪一張用過哪一張 我自己有搞不太清楚 那 還有一個好處是 這一顆硬碟呢 我的影片編輯 我把它當作是 掌存碟 何謂掌存碟呢 我先把資料全部配分到這裡 我快速剪輯 我不用帶著 我整顆大硬碟 我就帶這一顆 我就可以立即進到 Final Cut Pro 或者是Adobe的Premium 馬上也可以剪輯 剪輯完 我只要結果成品就可以了 原始素材都在這邊 然後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子啦 拍攝完 這個 記憶卡 備份到 我們的 備份到我們的這一顆 C的硬碟 備份完之後呢 備份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運作 兩T嘛 我大概都使用到 1.9T的時候呢 整個在備份到我的 後台的 我自己有一個小型的 資料庫 大概是 欸 小編 我們那天算了一下 我的資料庫大概幾T啊 我無法自己算一下 好像60 應該有 5到60T吧 就是 多的我自己都覺得 有點暈了 但是 我的回憶都在裡面 然後我有一個壞的習慣就是 我不刪硬碟 所以 欸 這個 不堪的過去 全部都 不是 那個美好的過去全部都在裡面 好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會準備呢 第一個我們 其實記憶卡很重要啦 那第二個是電源 好 那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設備可能會很多 像剛剛我那支小影片有沒有 我用的是這一支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 這個運動攝影機 那我在跑步的時候呢 就 現在戴口罩不太好癢 跑步的時候就用這個 其實它的周邊其實就是 GoPro的一些周邊設備啊 運動攝影機的設備 它都通用 所以這個小小的傢伙 也很方便 然後呢 對 這個 我出門的時候如果 這個 要爬山啊 那或者是 這一支的話我就會掛在胸背啦 騎腳踏車的時候 這個反而會比較方便 因為不同的工具 用在不同的用途 然後 現在還有 你喜歡用這個 360 這360呢 也 這些設備其實都很 尤其是360很耗什麼呢 這個 展存設備 就是記憶卡 因為它檔案都很肥大 好 所以呢 準備好了東西之後呢 這個是 我會準備的 這個 儲存設備 第二個 能源 我會使用我的能源 帶著 因為到商 因為畢竟出去拍照 我都會自己開車 那自己開車呢 我剛剛又收出了一顆硬碟 這一顆也是 DJI 聯名的硬碟 然後我如果沒記錯 它是WD的啦 剛剛那是法國Luxy的 這一顆也很厲害喔 也不錯 小顆又好帶 但是它沒有那麼多的那種 可以讀取的功能 好 那這顆硬碟大概在2988 我們這個已經沒有 我們已經沒有在賣了啦 第二個 燈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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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電源 我自己車上會放一顆啦 這個我們已經完售了喔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River儲存電源 然後這一顆像我現在也在充著電 它有全部加起來有九個裝置 然後顯示電量 這一顆我們已經完售了 但是我們待會會把福利品出清 看有興趣的朋友 因為電池嘛 要壞早就壞了 所以電池在使用當中 這個電池其實我們有幾個展示品 會待會分享在直播 讓大家有興趣的朋友就搶購 那一顆在停電的時候救了大家 這一顆齁 這一顆在停電的時候很好用喔 因為現在River 370 跟River 500 其實已經都完售了 我們剩下來的就是賣River 未來會進來的其實就是River Max 那River Max呢 它目前來說 到貨量也非常的少 那這邊有一些舊的展示品 有興趣的朋友 待會可以看一下齁 5公斤 可以練體力啦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那剛剛齁 我們看到呢 這個有兩個福利品 所以我會第一個準備這個儲存設備 第二個把自己的電量這個準備好 那電量準備好呢 還有一個好處 像我在玩穿越機的時候 因為我早期飛的不是 DJI傳越機啦 是那種自己自主機 那自主機一顆大概就是飛5到7分鐘 一下子就沒電了 所以這種電力很方便 好 那接下來要準備什麼呢 好 那無人機 那無人機的部分呢 記得要把它更新到最新 那我現在的自己用 最常用的機器是P4P V2.0 那還有一個是L2S 還有一台是Mini 2 好 那因為不同的地方 使用不同的機種 但是我用起來比較輕便 好帶畫質好 其實最近用的都是L2S啦 L2S 那因為很多朋友說 反應期間呢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出去的時間特別早 要嘛就是很早很早很早 就是拍完日出 然後回來上班 然後當天就累的要命這樣子 但是希望喜歡拍嘛 就去人少的地方 不要去都市 然後遵照民航局的規範 那我們來看一下民航局的規範 民航局呢 這個呢 我們看一下 民航局有一個新的 所以資訊要時時去更新齁 民航局的這邊有個懶人包齁 等一下齁 這個最新消息 這個是6月29 就是前天嘛對不對 好 所以在空域呢 他會已經更新了 更新了18個縣市的圖資 然後各位呢 然後 飛友們去飛行的時候呢 記得 還是要看一下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好 實時去 但是不用開電腦啦 用手機就可以了齁 去找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去看哪一些地點 適不適合飛 好 然後呢 呃 這個就很方便 所以要記得 實時的去看清楚這個 新的資訊 然後你去 加LINE 加LINE 加交通部民航局的 交通部的 他也會推播給你啦 好 那今天有最新的資料 是這一個 公告 好 防疫期間三級 三級警戒 那這一個呢 這個 其實這個是進塔台啦 一些新的配套措施 讓這些朋友們呢 讓這些朋友們呢 可以呢 去 執行這個 這個 飛行的作業 這個連結呢 其實我們 近民航局都找得到 最新公告 給大家看一下 近民航局 好 這個 進來之後呢 怎麼找齁 這個網頁呢 drone.caa.gov.tw 進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最新公告 看一下最新公告 好最新公告齁 好最新公告齁 好最新公告就可以看得到了齁 很方便齁 然後呢 然後剛剛那個資料呢 我是去懶人包找的啦 這一個 好 去找懶人包 最點進去之後呢 他就會把一些 這個懶人包其實還蠻好用的齁 你點進去之後他就會把很多 自然人篇 法人篇 系統篇 然後還有一些新的資料都會放在這裡 放在最新的資料 這個就是 其實這些資料就是放在我們的LINE上面 好 好 那我們各位飛友們呢 來看一下 我們把畫面拉回來 好 那各位飛友們呢 還有什麼想去的地方呢 線上可以詢問一下 有沒有人要約我出去飛的啊 上個禮拜有幾個飛友問我在哪邊飛啊 上個禮拜我好像 喔 我飛了一段那個 風機 我飛了一下風機 因為 沒什麼地方去嘛 欸 下個禮拜我就 在南部出差 可能就可以去飛一飛啦 像飛友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線上可以做QA 然後呢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什麼地方 可以去什麼地方 兩人手去墾丁 欸 反應期間 哈哈哈哈 反應期間 墾丁那個 哇 人很多的地方喔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我去的地方 其實不是什麼 大景點啦 喔 都是一些小景點 那上禮拜 我看了一個 苗栗的 飛友 阿吉 阿吉 先跟他說 生日快樂 阿吉今天生日耶 他上個禮拜 去了一個地方 很漂亮啦 在後龍 然後我看完他的影片 欸 拍得還不錯 重點是 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 在台灣裡 其實我想說的是 其實處處都是美景 然後像阿吉 他是在苗栗縣 他是苗栗縣政府的 這個 員工 第一位苗栗縣政府 拿到大商園的 G1 G2 G3 那阿吉呢 這個 常常在戶外 公務客嘛 所以常常在戶外 去巡邏 來看到什麼美景 他也會跟我分享 所以 欸 也很多 這個 不是什麼大景點 但是拍起來又很舒服 好 然後 很不錯的地方 所以其實 我會去的地方 也不會說 喔 大家大熱門 好 然後去人太多 可能是我去的時候 都不是周末啦 都是 平日去 所以 人也比較 少一點這樣子 對 這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剛剛我們這個 待會我們 我們請小編幫我把那一篇貼上去好不好 抽獎辦法 抽獎辦法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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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了拿出了 不是 那個不行抽 小編講話了齁 抽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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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抽獎辦法放上來 然後 喂 小編啊 萬一我們影片又被卡掉怎麼辦 就連夜再重新上傳啦 我們影片還是會上傳啦 一樣到明天 一樣到明天啦 一定就是要抽出來就對了 我們是非常公正的 然後 上週 不是上週 這一週我們的那個 每週一猜 我們開始這一週是用影片嘛 對 有人猜蓮池堂啊 哎呀可惜猜錯了齁 是哪裏 九曲橋 高雄的景點 那可能 因為台灣 這個還是蠻多私密景點的 並不是大家每個都知道齁 那我們 要不要再講一下就是 抽獎辦法 抽獎辦法齁 我們 hashtag 兩個朋友 然後 只要打 king教官 好棒棒 不是是打什麼 非准talk 讚讚 非准talk 讚讚 非准talk 讚 是嗎 是這樣子嗎 下次這個題目給我嚇一下齁 然後非准talk 讚讚齁 我們非准talk 還是會跟大家聊聊空拍的大小事 那其實我下一次呢 預告一下 下一次我應該會教大家怎麼去使用縮時攝影 我們無人機的縮時攝影 跟大家分享 最早期用P4在做縮時 如何去把它 完成一支影片 還有用現在新的方式 怎麼把它變成一支影片 那現在比較簡單嘛 好按下去play 但是呢它有太多的功能 定點航向 呃 自由 好 然後還有 呃 軌跡 還有興趣點環繞 好 反正功能有這麼多 好 那下個禮拜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 好 然後呢 我們還有 好 好 好 OK OK 來來來 好 OK OK 來來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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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聲音被消音 因為我們講了一些話齁 不好意思讓你們聽到齁 所以呢 聲音被消掉了啦齁 來 有了有了有了 剛剛聲音被消音 因為我們講了一些話齁 有了有了我開好了我開好了 剛剛沒聲音是因為那個 小編在跟我講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所以 好啦 14999 今天 前面三位 打 呃 我們打 2TB好不好 好 加1 2TB加1 有喜歡的朋友 8500塊 8500塊 我再說一次 8500塊 原價有多少 原價14999 但是網路上價格很亂啦 反正這個 8500塊有興趣的 保固三年喔 保固三年喔 好 這個硬碟 奶超喔 非常奶超 拿回去不會用的 當然來到我們的門市 我們都會教你 或者是 私訊我我也會教你怎麼用 好 三顆而已啦 好這第一個 來 好 來我們第二個好看時間 福利品啦 噢呀 噔噔噔噔噔噔噔 停電神器 噢 停電神器這個呢 原價 一萬九千 欸 小金哥是不是一萬九千五啊 對吧 370跟500其實都是那個價格嘛 一萬九千五 現在 但是兩個容量有點差別啦 今天370 展示機啦 因為我們放門市展示 我們放門市展示 最多做什麼用途 衝衝手機 這個 我還是真的要說一下 這個太好用了 在門市展示機 最常用的就是 欸 金教官的 欸 手機我衝一下 衝衝筆電 沒了 沒有用過什麼 我們在門市會煮火鍋嗎 不可能嘛 吹風機嗎 不可能嘛 所以炸部分 就是很溫和的使用它 三七零 一萬塊 三七零 應該有 三七零我記得好像有三顆啦 五百有一顆啦 五百有一顆 五百呢 是一萬兩千塊 因為五百的容量比較大 五百的話是一萬二 小編有辦法幫我用文字上面打一下嗎 好 三七零的福利品是一萬元 當然保固還是我們做啊 我們這邊都有維修的能力 好 保固都我們做 然後呢 五百呢 是一萬兩千元 三七零剩兩個 剩兩個 三七零 三七零剩兩個 沒關係 如果我興趣的朋友 就 就 就加一嘛 好不好 但是要打什麼加一 三七零加一 三七零加一 那五百就五百加一 如果是這顆硬碟呢 二TB 二TB加一 八千五百元 我們請我們小編在文字上面 再備註一下 再備註一下 那這個加一我們到什麼時候有效 呃 抽獎結束有效 到明天抽獎 到明天抽獎 結束之前都有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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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的 飛友在問說 三雕角齁 我們來看一下 等 來 好 有沒有飛友在詢問問題 我們馬上查詢齁 三雕角 燈塔 好,我們來看一下 登登,這裡 哦,我記得 沒關係,我記得我有去飛過 但是我記得我飛過的時間 是 這個 以前啊 來,我們進來這個畫面 一樣哦,我們先看一下 當然在飛行的時候要離建築物多幾遠 30公尺 哎呦 哦,三雕角燈塔不能在上面起飛 來,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的阿良哥 請你要飛的時候離建築物30公尺外 在這邊環繞 因為三雕角公園是進行區 沒錯 但是你不要飛到三雕角公園的正上方 好,那離起飛的時候,降落的時候 記得起飛降落跟飛行的過程中不要靠近建築物30米 如果你想要去飛 貼近三雕角這件事情 請上網申請 請上民航局申請 希望有幫你解答到哦 還有沒有朋友有什麼問題 來,福利品時間 剛剛講的有沒有不清楚的,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三屏都可以打文字 如果喜歡影片剪輯,它真的是太好用了 而且,這個 短短的一條 這條線其實我買的是PGY的 它也沒有很長 我記得大概就30公分 就短短的一條 然後帶著 隨時要剪片 隨時可以看 然後它的螢幕顯示呢 顯示什麼呢 看一下 韓運嗎 韓運 沒關係 全部都韓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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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顯示什麼 電量 還有呢 它的內存剩餘多少 因為我現在接電腦是看不到的 好 那一接電腦就充電了 好 全部都韓運 蠻划算的哦 好 那我們 這個速度零和 哦,你說硬碟的速度哦 什麼速度 我看一下 存體速度哦 我 這個是 網路上可以找到它的速度 是3. USP3.1的 我們前天 我前天存了一個22G 22G 把它備份 備份出來 我花了 我想一下 7.5分鐘 22G 22G 大概 7分多一點點 7分鐘多一點點 22G 這樣算快還慢啊 我個人覺得還挺快的 我感覺很快 好 之前備份 100G哦 因為 因為資料大 都是一次都是一兩百G在跑 我覺得還蠻快的 就放著 好 然後去上個廁所回來 就差不多好了 但是我上個禮拜 剛剛備份 22G大概7.5分鐘左右 還算 速度還算蠻快的 還有一個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們網上的時間 小編我們建議幾點 到8點 8點 8點半 有人說8點半 9點半 我也覺得9點差不多啦 我們請小編公告 下禮拜 那下禮拜的主題 可以讓大家選 你們想要聊些什麼 聊聊空拍大小事 好 那當然有興趣呢 每次都聽到我在這邊 敲虎爛 有興趣的朋友 來到我們 非准talk 有興趣上來的話 也可以 跟我們小編聯繫 或是跟我聯絡 我們可以邀請你來這邊 聊聊你空拍的經驗 還有你空拍的想法 有作品是更好囉 好 那今天的直播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個370再加送一個包 哦 這個啊 五百沒有齁 五百也有 唉唷 我們剛剛那個 攝影大哥 馬上加送一個包 原廠的 原廠的包 原廠的包 這個這個 這個非常的好用 一顆 比好幾個 其實坦白講 我以前用這種 已經用得很開心 這種 是什麼呢 這是台灣 ASUS出的 這一顆呢 我出國 就被扣住了 因為他容量太大了 所以其實這種行動電源 不能帶出國 他容量太大了 那這一顆 我拿來充什麼呢 手機 充IPAD OK 這個 那這個 當然要充到什麼 吹風機 這個就使用不行 這個只是行動電源 那這一種呢 因為 來我們看一下 後面有什麼 110的 他有110的 110的輸出 所以呢 這個帶出去 其實真的還蠻方便的 我覺得外面也贏的時候呢 他可以接手機 吹風機 電風扇 電風扇 其實是很方便的啦 當然 現在新的 RiverMax 你要上 現在新的RiverMax 他有 有可以 有更 更強大的技術 吹風機 你可以用到1200W的 他還可以幫你降壓 不是這台 是RiverMax 然後像我在野營的時候 電風扇是最好用的 你在車上啊 等待日出的時候 這一台帶著 因為一直開著 這個 汽車的電 冷氣 這個 太好 太好油了 所以我就帶著這個 直接接電風扇 那電風扇 使用起來 你顯示他還可以用多久 他都可以顯示在這個面板上面 使用剩餘時間 他全部都幫你顯示在上面囉 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隨意聊一聊 有人說 下禮拜可不可以說一下海邊飛行 好 海邊飛行 OK 好 我們記錄下來 沒問題 因為 最近大家悶得歡 也沒辦法 這個揪團出去 像我們在很多 像在社大啦 很多學校啦 當然有很多的 這個 線上的課程 那因為我們目前飛準 還沒有開始 規劃線上的課程 如果我們開始 規劃線上的課程呢 可能會有一些 Skill 還有飛行的運進啊 也可以分享給 各位朋友 好 然後沒關係 各位在 明天抽獎之前 想要聽聽什麼 或者是有些朋友 想要麻吹事件上來 我們這邊 聊聊天 跟大家見見面 或者是 這個透過遠端的方式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要 也不一定要那個 人到現場啦 用聲音 跟我們做互動 這都是 可以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 這個 直播 因為每次設定是30分鐘 上下啦 好 然後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邊囉 跟大家 說一聲 再回來 ok